老师哪些星座的人 2022年 越动越望 一定要出门去玩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022年 越动越望的星座 我们提早告诉 我们的观众朋友 做一个准备 那么请大家参考一下 你的太阳星座 还有上升星座 那么2021年 受到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不能出门 但是2022年 一个崭新的时刻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态 那么越动会越温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 这个上榜的星座朋友 太阳跟上升 如果是摩羯座的朋友 你要把你的心 准备要动起来 那么摩羯座 在哪一个部分动起来 越动会越望 来是适合这个搬家跟装潢 可以接到财气 那么2021年 受到疫情的影响 很多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想搬家的 想买房子 或者是想装潢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暂缓了 那么到了2022年 如果说家里面 你是摩羯座的 或者说你的另外一半 是摩羯座的 如果他刚好有想要搬家跟装潢 或者是说他有一些 买卖房子的一些需求的话 其实这个愿望 在2022年 可以把它落实并且实现 那么你只要做到这个部分 能够接到财气 绝对不要想到说 搬家跟装潢是花钱破财 千万不要这样想 因为你做了这个室内空间的改造以后 你反而有一种 焕然一新的感觉 不管是做生意 或者是这个搬家 都会非常的舒适 再来我们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落在这个星座 要越动越望 是我们狮子座的朋友 我们的卷毛 上升星座就是狮子座 来看一下这个2022年 越动越望狮子座在哪一个部分 是在这个旅游跟出差 能够带来名利双收的好运气 那么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做旅游的 或者说像我们的卷毛 是一个摄影师 非常爱旅游的话 那么在2022年 就千万不要让自己静下来 不要让自己懒惰 不要自己偷懒 应该要让自己更活跃 更积极地去展开你的各种的旅游 跟出差的计划或者是规划 因为你只要走出家门 就能够接到2022年的各种好运气 特别是名气跟财气 这种名利双收的好运 都会在你身上能够顺利发生 所以如果试作朋友 要在这个时候 就要给自己一个很强大的自信 跟一个暗示 2022年一定要动起来 再来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落在天秤座的话 也要动起来 我们的篤灵哥就是天秤座 哪一个部分要来动起来呢 是一个做一个生涯规划 全新出发的一个动起来 不是吃吃喝喝 这个是全 生涯规划很累 对 还要再规划 重新规划 因为如果是说比如说 天秤座朋友 原来你可能觉得说 要在这个工作 比如说你还要再做个五年 十年 八年 你可能在新 来到2022年以后 你会发现说 我应该要有一个全新的规划 那么这个规划可能比如说 你原来是做内勤的 你想变成外勤 或者是说你以前不想参加这个 这个户外录影的活动 但你突然觉得说 我要参加户外录影的活动 我要成为一个户外录影的达人 我要把那个谢哲青干掉 多此类的 太难了吧 要去接这种户外录影的活动 所以整体来讲 那个天秤座的朋友呢 你是一种全方位的思考 重新做一个生涯规划 原来呢住在市区的 你突然觉得住在山边也不错 原来呢是住在这个 就是说你不喜欢那个田园生活的 你突然觉得接近田园也不错 这种全新的这种改变 跟全新思维的变化 其实能够帮助你 能够接到各方面的好运 有上班的朋友 摩姐座的四座 以及天秤座的朋友 2022年都非常适合动起来 因为动起来就会好运上门 我们不只是出国去玩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 台湾很多地方 很好玩 小胖给我们推荐 南庄是不是 对 来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南庄超棒的 假如说像以我们讲说 现在不能出国对不对 对 因为边境管制回来 出去以后回来要管制四天 是 因为觉得 哎呦这样不要出去 在国内怎么旅游 那南庄这个地方 离北边 离我们北部又很近 南庄你看 这个是什么 洛宇松 这个洛宇松比较特别是 他是在一家休闲度假饭店里面 诶 等一下 你知道你也拍到一个特别的诶 欧巴桑啊 欧巴桑啊 欧巴桑 就是说欧巴桑 我想说 都有拍到特别 刚刚姐妈有拍到狐狸啊 拍什么 我想说 他有个美女 欧巴桑是刚才 是刚才客气 是米脸那样 怎么时间进去南庄最舒服 我跟你讲 吃午餐或吃完午餐 再进去南庄 这个时候 我跟你大型的旅游团 观光团走了 走了 大车子都跑光了 好 这个是哪里 这就是桂花像的后面 桂花像的后面 有一个叫艺术 那个彩绘队 对 彩绘队 彩绘队 很特别的那个 那个彩绘像 它的那个路里面 弯弯曲曲的 超像国外 超像意大利的 对 那每个墙壁都做了 很精致的彩绘 超适合网美拍照 对 这个就是小乖 这只狗很好玩 你在那边跟它拍照的时候 你要走的时候 它又告诉你 它会 小乖 小乖 我跟你讲 它不理你 它会带着你 看你没过来 转头跟你 就请你去他们家走一走 是 很厉害的小店口 现在也有大闸蟹 南庄这个时候 大闸蟹最多 以前的大闸蟹 南庄的水好 对 而且大闸蟹 再来就是说 也有养泰国虾 台湾不管是我们乌来 或者是南庄的水质 对 养出来的大闸蟹 或者是虾 那你可千万放心 对 所以你有特别推荐 网美的景点 是 这一个 漂亮吧 一秒钟 你登到的地方 你会发现 我来到京都 来到 我京都你要看来 把家里的浴袍带去 穿起来 这 哇 好美喔 很漂亮吧 这家 这家餐厅真的很漂亮 这家餐厅叫做 又见一吹烟 对 那一进去的时候 我那个很突兀 他放的歌曲是 带内君的又见吹烟 尤其这个氛围 你来到这边 吃了它当当地地地的料 这田螺 这烤田螺 是 这是 这个日式的料 它是无菜单的 你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菜单 不见得你是你 下一次去的吃菜单 对 好 再来 这个地方漂亮的吧 这个在茶园里面喝咖啡 茶园啊 你看到没有 这是观景台 这在哪里 这个在南投 它叫陆松咖啡 好美喔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要喝咖啡要排队 要抽号码排 厉害了 又不是打疫苗 臭屁 现在很喜欢打卡的 或拍网美照 你跟你讲 就在这边 你只要你的手机 拿起来一拍 你就是网美 真的 你要说网美 网美 网网都不美 对不起 这是你讲的喔 它很跳动的 在茶园里面喝的是咖啡 手冲的咖啡 这真的就是茶园 你在台没有几颗咖啡树 我再去茶园拍照 记得要把家里斗笠带去喔 这个姿势一定要摆 对 这个姿势一定要摆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 像我们讲说 一想到 不能出国的情况是 有些景点 有些业者很厉害的想要把 把这景点一分钟一秒钟 那你的视觉赶快 跳通到国外去 是 刚才那个卷毛看的那个 极光有没有 是 套票一定要跑冰岛对不对 是 不用 你现在到马祖就可以看得到 对 马祖的极光 蓝眼泪啊 因为我跟讲 蓝眼泪是在蓝色的对不对 是在春天的时候 极光这个时候就有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大陆人 大陆的渔船跑来这边 叻羞羹 他点的是绿光 天上屏面偏绿 叻羞羹 那是纸子吗 对对 全部都是在马祖外海 一个天空都是绿色的 天哪 这个是极光 绿类的极光 赞赞赞赞赞赞 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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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